我没被拐卖好不好 我又没失职 我又没残废好不好 你死没残废 我只是懒 你就睡在这个墙边 对 明白 你这个得有多强大 我怎么可能祸害别人 别人不收拾房间吗 谈过恋爱没有 耍过朋友没有 我没失踪好不好 你没有失踪 但是你这三年 你没有给别人联系 你父母都在找你 这几天大陆有个市民特别火 发现了一个人对懒认知的新的高度 因为他除了懒 其他的都正常 你看这个视频 大兄团队拍摄的 这个女孩子 你看他肤白貌美 他三年在出租屋里面 点外卖 刷手机 睡觉 只干这三样 他吃完了外卖垃圾 就往房间里面一扔 从来不打扫 三年下来 里面比垃圾厂还要脏乱差 他就睡在那个垃圾的角落里面 我都不知道他怎么能睡得下去 到现在我都震惊不已 他就说一句话 懒 因为自己懒 主要问题是他知道自己懒 跟他沟通 你会发现他很正常 你看他说话 调理清晰 而且清晰很稳定 下面是大兄团队采访他的一些内容 你这个是好 他们是一个团队在帮你的 对对对 你看这个垃圾的围团 你不影响吧 你不要害怕啊 我们一起倒进去了 哇 你这个 其实他们真的在团队 你看这个团队是啥 你看看 你是遇到啥困难吗 还是啥吗 没有 没有困难 那你平常你靠什么生活呢 存款 存款 对 你可以告诉我们存了多少吗 已经用完了 已经用完了 那你就去上班啊 对啊 我去办行李 你在这里住了多久了呢 两年多三年 两年多三年没有回过家吗 房东一直在催他 还能搬 这个房子不住跟他了 现在房子已经 你看嘛 博士旺旺旺 包括蟑螂 垃圾 很多好之杂志 各种各种各种 每天飞 没好久接蟑螂 有啊 下水到你只是没看到 关键是你 关键是不管有没有好之 这个环境是很差了 意思就是啥意思 就是一个女儿 或者那样子要不得 我帮你的目的不是说 哎有啥子 就是说 人家让你一个三十分 就要争托起来 小伯 对 不然你这样子下去要吹 我又没失足 我又没残废 好不好 你死没残废 我只是懒 然后把它打扫了就好了 我不晓得你这个是啥子原因 小伯 没 就是懒 单纯的懒 要不得 你要吹 你要懒到那种境界 吹懒就 对啊 你这个谁敢住给你啊 你下次你去住的话 人家也不敢住给你 是吧 下次就注意啊 那你这边需不需要 我们提供什么帮助吗 这就把卫生打扫好了 我们给你打扫卫生了 人家帮你不主要不是这个 主要是你是不是想回家 想你妈妈回家想不想 你家人 我没被拐卖好不好 没被拐卖 那你为啥都会这样子过吗 就是蓝 当成的蓝 你发生了啥子事吗 还是娱乐了啥子事 没有 没有 我就想休息一两年 宅一两年 你睡哪里呢 你给我们看一下嘛 走嘛 走走走 那是我刚才收拾的垃圾 这个黑色的口袋 给我刚才收拾的垃圾 之前我一直住在那儿 靠墙边 你就睡在这个墙边 对 明白 你这个得有多强大 就是蓝 你这个完全看不出来 完全看不出来是吗 对啊 你这两年没有上过帮吗 没有 就全部花的存款 然后每天就在这里 点外卖 玩手机 睡觉 就这三样式 嗯 我说实话 这个样子 你这里收拾的话 我们肯定 不是看着你 不是帮你 我是帮房东收拾 知道吧 帮房东收拾 然后你的话 看能不能回家 或者是找一个工作 知道吧 不是帮你收拾 这个是帮房东 好好 好 你看你后面怎么安排吗 我后面你们要个追踪吗 我们是要送你回家吗 还是你要找一个工作 你不可能 你换一个地方 你 你又这个样子生活吗 我说实话很震惊啊 你这个怎么睡啊 臭不臭 可能我习惯了 没问题 什么味道 你看 要帮助他的团队 采访他 问他那些问题 要是我 我一般就火都来了 不愿回答他这些敏感性的问题 但是这女儿人呢 他回答的情绪很稳定 条理也清晰 就是让人看不出来 他为什么会成这样 但换种思维方式想 可能这种生活的状态 是他认为最舒适的 只不是我们外人 世俗的眼光 看他就是 只干堕落 太邋遢了 采访的那位大哥 怀疑他是不是 感情上 受到了刺激 所以才这样 后面他接着 问他这些方面的问题 谈过恋爱没有 耍过朋友没有 我都多大了 以前耍过 现在没兴趣耍 我就是 是不是被那个伤害之后 才这样的 没有 你要是跟那个 你男朋友在一起 你这个样子 我肯定不会这样 哎呀 我觉得我因为就是一个人 才放飞住 那现在怎么安排吗 你 回家吗 还是啥 又重新找个房子住 我还不想回家 你又重新找一个房子住 关键是你又这个样子 你又这样颓废下去 怎么行 我肯定要后续要找工作 但是应该不是最近 你想做什么工作吗 我不知道 到时候看 我去投靠 你这个样子 投靠别人 对 投靠谁啊 朋友 男朋友还是女朋友 女的吧 你投靠别人 你别去那个祸害别人 说实话 真的 我和别人住人家 我看不下去 我看得下去 然后别人看不下去吗 我怎么可能祸害别人 然后别人不收拾房间吗 然后别人把你收拾 对 人家凭什么呢 你想一下 他收拾了一两次之后 我看不下去了 肯定大家分工 就比如说他收拾两次 我之后 别人看不下去了 或者我看不下去了 就会主动收拾 因为自己一个人就没有自律 就水 就摆烂 如果跟别人一起住 你就别人干什么 你就可能受影响 你今年多少岁了呢 92年 92年 32 32了 差不多 都32岁了 你还这个样子肯定不行 那这个样子吧 这个房子你交给我们 我们帮房东收拾 然后你想做什么工作 我们给你找一个工作 你看行不行 就后面 可以 对 你想做什么方面的吗 工资 3000左右 然后不要太累 不要太累 现在做什么不累 不要搬砖 不要体力活 不要体力活 对 就像什么服务员那些可以吗 我不想当什么 就是可以卖衣服 但是我不想什么卖吃的那种 因为我感觉我很残 我看到别人吃 我有点想吃 你真奇葩 我说实话 我其实我感觉我也没残疾 我为什么需要别人的帮助 正因为你没有残疾 知不知道 不一定就是 一定要什么身体残疾 你有可能就是心里残疾了 我感觉到 是吧 但是我不想大听广众的绩效 把这些事情讲出来 这好丢脸 你都知道丢脸 那你以后你就不能这个样子 对 必须要让大家监督你 真的 你怎么想的 我完全我很震惊啊 你昨天你还给他收来丢了是吧 收了八代 那就这个样子吧 一会儿我们给你找一个旅馆 先暂时住在那里 后续看什么工作的话 我们再来找你 这里的话我们就帮你收拾一下 我说这里拍完了了吧 可以 就不拍了吧 然后就帮助你收拾一下 他的这种生活习惯 也影响到了他的邻机 邻居也巴不得他赶快搬走 哎呀 谢谢你们这小伙子 你帮我年纪走 我年纪了几天了 没事没事 王妈 我年纪了几天了都不走 后来就今天走 后来说门 年纪走 不晓得了 虽然邻居是这种态度 我的女孩子也知道 这样影响到了邻居 感觉心里很不好意思 不是故意要脱你 因为房间里面的垃圾太多了 我就收拾了几天 因为你没有干小 我就不吵心了 你先不管嘛 就是懒出了天际 懒癌 所以我就被胖大哥 问了些女孩子 这三年是怎么过的 你这里能洗澡吗 洗呢 我今天就洗得澡 就这里面还能洗澡 对 那还可以 我以为你那个娘也没有洗澡了 垃圾就在这里 我都是翘过去 或者踩上去的 就是被人灌成这个样子 就是被父母 父母啊 朋友啊 或者是我本身就比较难 就没有用 你就说你本身就比较难就行了 对对对 是吧 对 从小养成了难的时光 本身就比较难 你在这里住两三年花了多少钱呢 他这里房租很便宜 之前我住 蛟龙场的时候都是700多一个月 这里才450块钱一个月 就是你花了多少钱呢 你吃饭啊那些 我在这里住了三年 花了十多万 就一直没上班 花了十多 11万左右 花了11万 对 你钱就是你 你钱挣的还是找家里面拿的 我没找过家里面拿钱 以前挣的 那还是可以 以前的城管 现在就没钱了 所以说你得站起来了 所以说我就必须要勤快了 因为要出去上班 对对对 你要是你父母看到你这个样子得气死 说实话 他们我父母如果看到了 他们会给我收拾 他们不会气死 他们会给我收拾 他们怎么 他们可能一两天就打扫一下我的房间 解一下 扫一下地上的垃圾 还要灌着你 对啊 我就一个独女 你独女 你哪怕说你没有女 也不至于这个样子吗 就是比较难 就总体 就一个是难 感觉这个胖大哥都要被他起笑了 然后这胖大哥又问他想不想嫁人 你看女孩子是怎么回答的 他对自己论子很清楚的 这个视频是不是要火吗 啊 这个视频是不是要火 你想不想火吗 我不是 其实我不是很想火 这种事情很丢脸的事情 我也知道是很丢脸的 有啥丢脸呢 这个 那别人看到你 我估计这辈子都嫁不出去了 你试一下 你试一下 我跟你说 我视频发出去 我明天可以给你带一个人 就拦得过来 他会不会 只是想把我拿出去划作去仇 不是真心对我的 肯定有真心对你的 这个你想 你什么都感觉到比我都正常的吗 正常个屁 我都难成这个样子 还要呢 要真心对我 人家肯定有真心对你的 你不用担心 人家不可能找一个 啥 做饭也不会 打扫卫生也不会打扫的 邋遢女人 人都会改变嘛 对不对 改变是跟别人一起住 你自觉你都要改变一下 比如说等下打扫一下卫生 你的朋友哈 对 你十次里面 你肯定有两三次 你肯定是会打扫 对 因为别人在那里 你都觉得不好意思 但是自己住就没有这个自觉 就不要放回自我 就是不想收拾 而且那个爱情的历练是很大的 对吧 比如说你特别喜欢那个男的 你肯定你自己都会去改变吗 我感觉我都已经三十几岁了 应该不会特别喜欢一个男的 为啥 我说特别喜欢一个男的 你说 除非是帅哥我就特别喜欢 如果怎么走 谁会喜欢 哎呀 你觉得是有钱重要还是长得帅重要 两样都很重要 就既要帅又要有钱 我没 我 我肯定想理想中的是这样 但是现实社会不会吧 因为我现在都三十几岁了 然后谁会三十几没结婚 感觉都找不到什么合适的对象 都是歪歪列找的吧 嗯 所以你怎么评价呢 我都感觉这个世界好奇妙啊 各种各样的人都有 最后这位大哥找了两个宝账的阿姨 来现场一看 太乱了 按七十五一个小时 他们说要整理十个小时 给了他七百五十块钱 把房间整理好了 最后女孩子叫房东过来检查 我给他说的是七百五 然后我这里给你们转八百 你来支持一下你们 你过来收房吗 你过来看 比你之前租给我还干净 你是怎么想的呢 就是那垃圾这些为什么不收下去呢 嗯 就是纯粹的懒 懒哀 就纯粹的懒 对 那你住着那个舒不舒服不知道吗 肯定不舒服啊 只是就是懒习惯了 看见了也不想收拾 动都不想动 那以后 以后呢 以后我已经上社会新闻 感觉上社会新闻了 我以后都不敢这么搞了 都应该会勤快一点吧 这个不是要 不是应该勤快一点 是必须要勤快一点知道吗 可能达不到这种程度 可能就不会有多余的垃圾吧 对 反正有什么垃圾啊 那些就收来丢了 快进来 这里你收一收 来大爷 来看看 是吧 我跟你说了 肯定给你搞干净嘛 人家打扫都还可以 有没有问题吗 专业的 专业的 我说专业的打扫 这两个厨房 厨房的灯一直不亮 厕所的灯好像是坏了 我换不了 你看吗 在这里 这两个都是线的 就是厕所一直没灯 然后这个灯我换不了 这个灯是坏的 是我用坏的 那厕所好像一直都没有灯 厕所你看吗 那是亮的 对对对 你看是不是 我给你说给你搞干净嘛 压金两百 压金好像不是两百吧 是不是 看钱人数嘛 我才交了你两百块钱呀 私家的两百都是压两百 我还应该是一个月的房租了 你都已经住啥了 不是去看看他们你看 二百二百 二百他们看一下是不是 对对对 但是我这个月才二十 但是我这个月才二十五号将的房租了 房租货量 你这样的嘛 我跟你说嘛 你二十四号嘛 对不对 对对对 哦 然后二十四号 你算二十四号 二五 二六 二七 二八 对 五天 嗯 对不对 五六五 二五七十五 嗯 对不对 七十五 你这用几天 水一点 去给你算五元 就八十二年 对不对 好 对不对 对可以 然后 一百一百一百 四百 四百 四百五 两百 六百五 六百五出八十 五百 不是 四百七 不是 五百 五百七五百七 你就 我跟你说 你就推那个五百五就可以了 好 对 因为我也影响到你们 你给我五百五 五百五嘛 对对对 来 我也烧给你 哦 啊 啥 你干嘛 你干嘛 五百五 有什么怕的吗 真的 吓我一跳 你看这个大爷人还是挺好的 对 他一直都挺好说话的 只是说遇到你了也是大爷倒霉 对 对对对 哈哈 之后那胖大哥在宾馆给女孩子先开了间房间 暂时先住着 在车上的时候胖大哥跟女孩子说 他老爸一直在找他 要把他接回去 你还是到现在他还是不想回去 之后他打电话给他老爸去了你 哎呦我爸都不知道 喂 喂宝宝 好 你在找我 你不说不通我说不通我 好好好 哎我说你来找我吗 没找你啊 就是有人问我说我就是 三四年没有回去了是吧 没回去过年 他还没有通知你爸应该 他还没有看到视频 对对 哎我三四年没回来了吗 那你在那里面是我的时候 是一个博主 哦哦 就是哦 我就是我发了一个那个什么抖音里面 我住在垃圾场里面在 你看到没有 没有 哦那就好 好了 你马上你就看到了 马上你就看到了 我跟你说嘛 你那个你那个女儿啊 住在那个出租房里面 然后全是垃圾啊 说 对啊你你那个他不是有一个你那个谈谈谈谈 谈谈的老公是吧 对 你谈谈的老公一会肯定会会联系他 不是就是我我我这里就是我要换一个地方 住房子嘛 然后那个房东赶我 是因为我的房间里面垃圾遍地 然后好臭啊 然后他还喊我不住了你了 然后我又打扫卫生 我打扫了几天啊 我又不擅长打扫卫生 我打扫几天都打扫不干净 然后旁边那个邻居哥哥 就喊我那个 嗯就喊了一个博主来 然后帮我 收拾垃圾 然后就拍下来了嘛 就拍到抖音里面去了 然后就停个人 停个人他 老公卡到的 卡到了之后 然后他跟那个博主说 说我几年没回去了 说我是失踪了还是被拐了 还是去牛 去去桥洞了 去到牛烂汗去了 你还好意思的说 自己住了我找钱的垃圾了 你吓得我倒扫卫生了 我自己过来住 然后我吃到外卖 我也不能饭 我吃到外卖 就把外卖喝 扔在那房间里面 然后就越多越多 越多越多 所以我现在就是 睡在脑子里面来 然后刘廷廷 他老公看到的 还发私信给人家 那个脖子 说我几年没回去 你说你 我女士 你这个不同的卫生 看你这个孩子 压成了这个习惯 必须要干 我女士 我就是因为被你挂了 我以前上了时候 明明要倒扫卫生 跟了我妈说做法 是因为你说 和我说 我妈不做法 他搞耳子了 有何之用 然后就 就没这样做法 然后多少卫生 你看我来不同 多少个卫生 没有吗 我女士 在我问我女士 你没什么想法 现在冬季吃出来 我女士 然后我现在住在 垃圾堆里面 如天天都老公看到的 好丢年哦 你还以为 你是 好对了是吗 就是不对 但是我改不了了吗 我就是动都不想动 改不了 改不了也要改 你再过龙发 再过来这些 再过来那些 我老子不来醒了 不靠你靠个龙发公司 我坐我上车 你不是有那个吗 你有老婆 韩国给你龙发 所以说他之所以这么懒 是他父母的言语呢 还是他骨子里面就带来的 这是一个问题 我觉得我应该改不掉 我现在 就你们今天都已经收死了 才收死了 我都觉得我改不掉 我感觉是骨子里面的东西 你就去扫一下那个垃圾 你丢到垃圾桶里面会死吗 其实我没注意 我就随少扔垃圾灌了 关键是这个你要改啊 我看你你又能够听懂 我感觉那个我知道 我什么好话我都知道 但是有些习惯就改不了 那你洗不洗澡呢 你伤的就洗啥 多久洗一次呢 因为我因为我就是没出气嘛 我就很可能一两个月洗一次 一两个月洗一次走 就在那个密闭的环境里面 大夏天的一两个月你洗一次 对啊 我又不爱出汗 你关键是我们 我们就是今天来看你 你那个又很干净的吗 因为我因为你们今天刚好 刚好是我说洗了澡之后 人家有保洁人员要来 因为我要请保洁 我不知道是你们要来拍 所以说我就去洗了一个澡 我就想说弄一下嘛 意思就是昨天的话 就是特别脏 深山 还算比较脏 就是她的堂妹跟她妹夫 来宾馆接她回去 女孩子还是一直不想回去 不想回去吧 你不想回去 对 但是上次只有关键回去 我爸爸不再让我出来了 这就是我不想回去的原因 你如果是你回去 你真的是好好的上班 每天回去 其实老婆会说你啊 你如果是正常情况下 老婆会关你 你怎么着带上他 你说你也没上班 你说你谁啊 你怎么着 也不行啊 你不过你一直这样的 我先靠女后 你们两个人是专门来找我了吗 废话 我臭乎的 我怎么着吃了 我来找你啊 为什么专门来找我 就是我已经全毁了 我问你 你说我们 我们今年已经十年多了 你每年之后 你都不回去 你先电话又不接 你说老我不打执你 我今天要把那个食品 老哥起来卡的 我说老当时起来就哭 你没想过 我到这都很打执你啊 哎呦 他四年没回去了 你们是从 是从热上直接过来的 你来的 所以你 人家问你说 来的现在的身体并不好 老老跟你说 记性很糟了 我真的不说好 不说了 你不说 你 老说你现在 你你们先出去出去 出去 出去 出去出去 回去嘛 我知道你现在你最恨我 我不想把这个事情 拿着大叫看着 要再拍视频啊 你为什么要当着 这样子的主播 站着你劝我 你不再下来 悄悄地跟我说吗 最后把外人都请出去 那你还跟他唐美 在屋里面聊了一个小时 最终同意 跟他们一起回家 现在不就对了吗 一定打电话 你恨我的狠 是不是 我不敢恨你 没有感谢你 因为因为我恨你 我又是个白眼狼 第一我是恨你 我就是一个白眼狼 第二呢 然后你这么大的台面 我恨你 我肯定我要被破牛蒜 怎么可能做得着 他们真的来了好烦啊 我一句就对了 早知道就不挣扎了 就直接跟你们更车回去 对啊 增长了一下 在躺着几个小时 四年多啊 姐 四年多你想一下 你不想他们 他们不想你吗 对 你开什么玩笑 非常感谢 啊 非常感谢 没事没事 小事情小事情 干准干准干准 上来 打电话 好的好的 呃 我再确定一下 不恨我吧 不恨 哈哈哈哈 那你们就慢点哦 人间还是有真情的 希望大家都幸福美买 那时候再来看你啊